雅吉 不过就是聚在一起讨论无意义的东西 浪费彼此时间罢了 无趣 不过你若坚持 我便陪你去 欢迎KK以及阿笨 今天来到我们的雅吉现场 欢迎欢迎 阿笨好久不见 可以第一次见 大家好大家好 来两位和期待已久的大家打个招呼吧 不尽现世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为萧佩音的佩演员King Sen 也就是刚刚素素说的KK啦 KK 对 希望今日也有好景气 大家好我是第二次来了 你应该都不陌生了吧 我是为中黎 超陌生的 我是为中黎配音的彭博 因为小时候起了一个叫笨笨玩的网名 所以现在被他们都叫做阿笨 阿笨好啊 阿笨多可爱啊 就是啊像天使一样的女孩 好 谢谢 有请人的情像 补充一下 KK呢同时也是重云的配音演员 对 大家好 重云小方氏也是我 那么我和龙哥也继续来一个自我介绍吧 行 临时的工作吗 不用和我具体说 将你的要求写下来 放在这边就好 大家好 我是为甘雨还有琴配音的林素素素 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大家好 我是为男旅行者空配音的录音 顺便补充一下 龙哥呢也是这个男子汉捷克的配音演员 参加一次我们的雅集 我就替各位粉丝问几个问题好吧 好 来吧 很有精神 来吧 其实也是一种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KK在为萧和重云配音的时候 都是怎么去把握或者说做出区分的呢 对角色的演绎有什么思考和理解吗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都很期待了 就是一直有粉丝在问我 KK什么时候 对 可以什么时候去茶会啊什么时候就催了很多遍了 然后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来了 大家等待已久 对对对 来了 然后这一次也是这个问题的话呢 第一个角色其实是萧嘛 然后后续是示众了重云的 原来是这个顺序 对对对对 然后第一次是萧的时候呢 就是声线上其实已经挺年轻的了 然后后来来了一个重云 我说 两个少年 我说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我当时就特别的不知所措 然后 陆萧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 比较 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陆萧我会习惯性的 越路越沉 越路越低 直到有一天 萧的爸爸来了 对对陆成了萧的爸爸 感觉别人越富了 就是超级 然后就被我说这样不行 不行不行我们要反攻 对 然后陆终于又就就反过来的 就越路越小 越路越年轻 就时不时没拎住 就特别小 对 嗯 我自己理解的话 其实像萧的话 就是因为给出了这个设定就是 他是仙人嘛 嗯 所以当时就想着是 没上瘾 对一定要清冷一些 然后 再加上设定和故事里面都写了他 基本上就是 不食人间烟火 然后就 有一种疏离感 对对谁都 疏离感 非常冷冷的 然后非常的沉 但是呢又不 又不是所谓的大家所谓的那种三无啊 就是就是纯面瘫的那种 嗯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情绪的 所以 他基本上还是可以算是一个 嗯 外冷内热的一点 对只是把热的那面藏得非常 藏得非常的深 对 基本上大家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 然后说重云的话 其实重云跟萧还挺像的 因为重云也是 外冷内热的感觉 对对对也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 一个小可爱 当时在试的时候 我还在想 我就是第二次试音嘛 我说 这都是少年 我我就 努力的往 应该不要我呢 我就努力的往小的路 你知道吗 就被阿奔说 不是你这个太小了 幼儿园来的 对我就说 我就往回收了一下 我是觉得 他其实内心是有那种热血的部分的 但是呢 又因为不想要去把这个体制给激发 所以他会 他会 处处小心 对不停的克制自己 其实他是非常想要 嗯 可能就是在情绪上也好啊 他是想要比较活力 就有活力的 但是为了能够 让大家看起来他 因为他毕竟因为这个事情惹过很多事嘛 对吧 对大家可以 他毕竟就气血上涌 然后就 变了一个人 是的 饭桌上五大刀 很想看他大剑的 哈哈哈 所以说 他是不是平时连热水都不能 温水都不能喝一口 对啊 他都是喝冷水的 他吃那个热干面也是要把它呼呼吹 他吃了热 那就是冷干面了 好乖 亏你还是个武汉人的 那不行了不能吃不能吃 哈哈哈 我就是怼正的去演艺的 大概是这样 从导演的角度来看呢 像他这样的演员对角色有思考 有自己的理解 确实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感谢感谢 好正式啊 但是毕竟配音演员的工作嘛 就是把在棚里面把角色给演出来嘛 没错没错 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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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很多人呢 在海灯节的时候就期待KK来做客了 嗯 那么我们就赶紧进入到正片环节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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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